像是Listr的在進階版 因為那個Listr是 有點像一列資料切嘛 然後呢Dictionary有點像兩列了 兩列資料 兩列喔OK 所以呢比如說像 這邊Dictionary它的架構基本上 大家有幾個重點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雲端放的這個 這個表 這個裡面的話基本上呢 比較重要的大概就是 常見的Dictionary我們底下有個練習題喔 那 它一定是第幾個的話你可以給它一個數字啦 Dictionary 那你可以用LEN 算出它裡面有幾個 其實跟Listr還蠻像的 還有移除啦複製啦 取得第幾個 那Item Key 然後等等的Default Value 也可以由Key去取得Value啦 那這裡的話當然呢這邊有相關說明 自己稍微看一下 那我們實作 其實有時候你看在上面的方法 有時候還看不懂 但是你做了之後你就會知道為什麼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某一個人的姓名 然後呢 冒號之後放一個他的成績 一個Key 一個Value 那他的架構一定是前面是 啊 一個Key Key的話通常指的是編號 或者指的是哪一個學生的名字 然後面的話有接的一個成績 姓名成績姓名成績 其實剛剛不是我們那個練習 其實我們剛剛練習題也可以把它 直接帶到Dictionary裡面 比如說我們剛剛一個成績 姓名 那如果把資料讀進來再放到Dictionary 可不可以 那可是Dictionary要怎麼建立 大概的做法是 一 第一種做法是你可以一個大瓜糊 一整串的全部丟進來 但是你必須要符合他需要的東西 第一個就是說呢 前面是那個人的名字 一定是雙引號 後面冒號呢 後面就是他的成績 痘點 跟剛剛那個list有點像 可是裡面是放兩個東西 那 特別注意他這個是第一種放的方法 把一串直接丟進去給他 第二個方法是你可以怎麼放呢 你可以放這個方法 這個是Dictionary 1 這個 我們變數名稱 然後你另外一個方法 如果你不要這樣放的話 你也可以把 假設啦 這邊全部都可以改成這樣的方法 就是 可以把 這個方法 可是兩個不能重複 你這個做法 這邊放一樣的東西放兩次了 好 也就是我今天可以怎麼樣呢 可以這樣的方法之外的話 第二種方法就是 你可以 第一個前面是Key 這個東西是Key 後面的話是他的Value 也就是說呢 他將來也會產生在他的Dictionary 也會產生一個叫 黃什麼名 然後冒號 就是他的成績是多少 這樣方法也OK 所以你們可以想想看 如果像剛剛 要把什麼呢 剛剛 我從Excel裡面的CSV裡面要 放到Dictionary 其實也可以 所以等一下也許可以想想看 怎麼樣把剛剛的東西 再跟這個 接在一起 那我秀給各位看喔 如果 那他這個地方就是 這個是參考 我把它註解掉 這個丟 丟 四個人成績 然後第五個 第五個我用另外一種方法放 然後呢 最後怎麼樣呢 那丟出去的方法特別注意喔 因為呢 Dictionary裡面呢 其實就兩個List 一個是Key 一個是Value 所以呢 一般我要輸出的話 你不能直接 直接輸出 比較麻煩啦 因為兩種做法 我在雲端上面有秀 這個是 這個方法 這兩個方法都可以 啊這個方法我比較 上面的方法我比較習慣 上面方法是 切成兩個List之後 再去輸出 那這個是直接一次輸出 可是他直接什麼 把裡面的項目抓出來 裡面有兩個項目 你要再把它分出來 我覺得下面的方法 我自己用的是比較不習慣 所以我習慣上用上面 兩個方法都可以喔 OK 所以我底下這個方法給各位 就是 參考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輸出的話 假設輸出結果 他會怎麼樣呢 直接 把 把成績全部都 什麼 先丟到那個Dictionary裡面 然後呢 再去做切割 那切割的話呢 就是把 Dictionary 這個 1 裡面的Key 丟到 這個List裡面 那把Value呢 丟到這個List裡面 變成他切開來 Key就是姓名 Value就是他的成績 然後呢 再分別怎麼樣 分別把它一個一個的輸出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那最後這邊有個格式啦 Print的時候呢 我是利用前面講的格式化 S指的是他輸出的這個名字 所以就把它丟過來 某某某的成績 是一個數字 幾分 就丟到這邊來 OK 其實輸出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List 一個一個的輸出啦 但是這樣看比較抽象 像我的習慣是 如果你不太懂這個的話 你可以還有一個方法 在這邊設中斷點 做什麼呢 切到那個 除錯模式有沒有 其實除錯模式呢 也可以讓你看到裡面的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這太抽象了 裡面到底放什麼 如果你不太了解的話 你可以在第四第五第六列 前面加中斷點 按一下這個除錯模式 是喔 然後你會發現呢 他跑到第四行的時候 停下來了 表示這個Dictionary已經建好了 Dictionary1已經建好了 我們可以看一下 在上面這邊有個清單 裡面的話呢 就會有個 Dictionary1 Dictionary1的這個變數 裡面到底放什麼 各位可以看到 在記憶體裡面 基本上他的結構一定是這樣子 那當然冒號以前的東西不要看 我們看後面的東西 有沒有他一定是一個 Key 一個Value 有一個斗點 可是問題來了 我將來怎麼輸出呢 所以我需要把它 剖開來 剖開來的話 姓名歸姓名 這有點像什麼 把 本來兩個欄位的 有沒有 把它變成 這邊一個欄位 這邊一個欄位 分別放在兩個List裡面 所以呢 我執行這一行之後 這個時候會建一個 什麼呢 一個List 名稱叫List Key 這個執行起來 你會發現底下這邊有個變數 他就有點像什麼 把那個Dictionary裡面的資料 前面的部分的Key 都分別抓出來 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List Key裡面 OK放在這裡 分開來了 等於是Dictionary 簡單講講就兩個欄位啦 如果你用Excel裡面的概念 就是兩欄 一欄是姓名 一欄是成績 可是這兩欄你要 一次輸出我覺得比較麻煩 所以我的做法是 把姓名的剖開 放在哪裡呢 放在List Key 因為姓名是Key 另外一欄呢 就是成績 就丟到哪裡呢 丟到Value 有沒有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 前面不要看啦 以後 等於是他告訴你說 這個變數的名稱而已 這樣的話就分兩欄了 那再來我們怎麼樣呢 就利用前面 做過怎麼 用跑一個回圈有沒有 就可以幫我們把什麼呢 把那個成績呢 逐一個逐一個就把它輸出了 所以 後面跑一個 For I I成0開始 所以Range 總共 你就那個Range 後面的話 你可以 這邊其實可以加一個0 冒號 其實0不加也沒關係 他預設就0 0到 總共有幾個 總共有幾個的敘述 然後呢 我們就直接怎麼樣 把這個結果 把它輸出 是不是這邊應該改成 這是中國阿虎 然後呢 把這個地方做一個輸出 對中國阿虎 然後呢 把這個地方的話 直接從 第0個 到 總數 減一個 然後把它 逐個輸出 所以 Key 第一個就抓到哪一個 抓到那個姓名 姓名是這個 有沒有 就把誰呢 把0 差名 成績抓過來 鬥點 然後後面的話 輸出成績為幾分 請各位先試一下這個範圍 另外的話 如果動作比較快的同學 可以想想看 如果要把什麼 把剛剛我們這個輸出的結果 有沒有 我們現在是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到 這個 那我也沒辦法直接丟到哪裡 丟到那個 字典檔裡面 再輸出 把兩個 結合在一起 OK 就有點像Apple Pen一樣 現在是兩個分開 那請你把兩個 結合在一起 看有沒有辦法 這個是Dictionary OK 那試著 做做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一下